若望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法利塞党人名叫尼科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 有一夜,他来到耶稣前,向他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 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 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尼科德摩说 人已年老,怎样能重生呢? 难道他还能再入母福而重生吗?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由肉生的属于肉 由神生的属于神 你不要惊奇,因我给你说了 你们应该由上而生 风随意向那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尼科德摩问说 这是怎样能成就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 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 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 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尝且不信 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 没有人想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 正如梅室曾在旷野里高举鸟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 天主景这样爱了世界,甚至刺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 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 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 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 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 审判就在于此 光明来到了世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的确,凡作恶的都争护光明 也不来就光明,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 然而理行真理的却来就光明 为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 此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 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施洗 那时若汉也在临近撒林的艾农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人们常来受洗 那时,若汉尚未被投在监狱里 若汉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关于取杰礼发生了争辩 他们便来到若汉前对他说 纳比,曾同你一起在若旦河对岸 你给他作证的那位,汉,他也施洗 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若汉回答说 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有天上的赏赐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我曾说过 我不是墨西亚,我只是被派遣作他前驱的 有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是立正听 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 我的喜乐已满足了 他应该轻盛,我却应该衰微 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 那出于下地的事属于下地 且讲论下地的事 那自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 他对所见所闻的 予以作证,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 那接受他见证的人,就是证实天主是真实的 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 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了他 父爱子,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 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 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反有天主的意怒常在他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